大家好,我是顾君,我手里拿的是松下的G9搭配 不知道你们期不期待,但至少我个人很激动的这么一支 我新买的二手镜头,10-25mm f1.7这么一支镜头 为什么它是一支二手镜头呢?主要因为它的原价实在太贵了 那为什么它会卖这么贵呢?主要是因为它是一支非常特别的标准变焦镜头 那它的焦段10-25mm,如果你换成全画幅的话呢 它就是20-50mm,那它的光圈呢,大到了横顶的f1.7 这么一支镜头其实在规格上,参数上来说是非常非常少见的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一支价格非常之高 然后就是相对来说,这个规格算是比较少见的这么一支M43的标准变焦镜头 我个人认为它值不值它的售价 好,那我们先说这支镜头的优点,我们把缺点放到后面讲 那先说优点,那优点呢,这支镜头当然首先是它f1.7的恒定光圈呢 算是有突破亦,尽管它是一支M43的镜头 这个我们在后面再讲,但f1.7的近光量呢 如果你想要一支变焦镜头,如果你想要近很多的光 以弥补M43这个在这方面弱光方面的不足呢 这支f1.7的变焦镜头,我的手是不是不能这样 我的手这样,网友要说的 这是f1.7的变焦镜头 你为什么在这些不该笑的地方都会笑呢 我每次都自己Q这今天太晚了 因为我知道网友会说什么,我手注意都这样,现在看都这样 所以这支f1.7的这个镜头 对,离的身体稍微远一点,这样我比较方便 f1.7的这个变焦镜头呢 就是你弥补弱光同时又兼具变焦最实用的 那说到实用性方面 20毫米的这个广角端 真的在视频方面,我觉得意义比拍照 比2470,20,50 这个在拍视频的时候,我个人会觉得 比2470在拍照片 拍视频的时候更加实用 但如果你拍照片的话,我觉得2470 一直是大家常用的这个标准变焦嘛 这是无可厚非,但是这么一支镜头 如果你要,又来了,这么一支镜头 如果你要用到这个拍视频的这个25 是不是 特别方便 对,我终于可以拍打它了 对对对对 那20端的这个广角端呢 在我看来在很多情况下 你觉得24不是那么的震撼 而你又不需要用到 像我真的很少拍视频的时候 用到16端,15端,14端,11,12端 就是20端我觉得刚刚好 就卡在那个我觉得刚好 有点广角,但是又没有那么广的那种 就有些东西你要它大单 你也不要它那么大 就是我是说广角端的那个囊括的这个赤脚 不要傻Q 对对,我只是看看你 我看看你的反应又没在笑 我看出你在憋笑了,好不好 就是,所以20到50这个焦段 你就觉得,哇,这个在拍视频的时候 特别的好用 那我个人买它主要一个原因 是在于我对Vlogging的相机 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追求 虽然你看不到我做Vlog 其实我都很少做Vlog 但是我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相机 完美的镜头可以让我做Vlog 而我觉得G9的防抖 搭配这么一个20到50这个焦段 如果我需要做Vlogging的时候 上面搭配一个麦克风 这样的体积跟重量看 其实它真的不是很重 这个重量我后面也在说 但这样的焦段真的是蛮合适的 20你可以这样子讲话 然后你对着外面的时候 然后随时又可以切到50 就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了 接下来我展示一下使用这个 松下来卡10到25这一支镜头 进行Vlogging的这个效果 你可以看到20端呢 虽然不是像16端那么的广 但是还算是可以接受吧 我觉得 然后F1.7呢 其实如果你光圈全开的话 它能产生一些前景声的效果的 然后搭配上松下G9的这个防抖呢 我觉得在走动当中它的抖动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接受的 你觉得呢 然后如果我要把它这个转过去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它这个画面 20到50还是非常实用的有没有 然后它的防抖也真的非常的好用 自动对焦的表现我觉得比其他镜头来说也算是有所提升的 作为一支高价的镜头呢 它的画质表现我觉得是让人满意的 也应该让人满意的嘛 因为在锐度上面我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是哪怕是光圈全开的情况下 锐度表现依然非常之好 按脚还好啦 按脚我觉得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 那如果你要说到抗炫光啊这些的 我觉得表现都是非常之好的 因为他们毕竟卖这么贵嘛 那另外一个我想说一下它自动对焦的表现也是非常之好的 那在拍照搭配极久可以说是无可挑剔了 那拍视频的时候我觉得也是 在松下本身相机表现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觉得它表现是可以接受的 你在做Vlog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到 如果我使用自动对焦的话 再对上我的脸这方面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那另外一方面它有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是在于它这个光圈环这边呢 有这个无级光圈环 那这个呢主要是为拍视频制作的 它没有办法像其他的镜头那样子一级一级的切换 基本上它就是五级切换的 那如果你拍照时候想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 最好还是放在A档 然后使用这个相机机身上的这个拨盘 然后进行三分之一三分之一级的这样的调整 会比较让你觉得比较顺手 好那这一支松下来卡的10到25F1.7镜头 还有一个优点也是很多M43镜头都有的一个优点呢 就是它的自动对焦最近对焦距离非常非常之近 那它进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理论上在这样的范围它是完全应该对得上的 然后我再近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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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我觉得在这个距离呢 它依然可以对上焦有吗 它在找你 它在找吗 它找得到我吗 找到了 找到吗 真的吗 真的找到了 在今年它还能找到吗 它能 它对上了 就是能到这么近的这个最新对焦距离 好刚才我们讲了那么多优点呢 我相信你一定觉得这一支10到25F1.7 这么一支夸张的但也很贵的变焦镜头 非常非常值得对不对 但是老实说呢 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真的不是很高 尽管它有刚才说的所有的优点呢 但如果你需要一支真正的变焦大光圈 进光量多的这么一支镜头 你完全可以花更低的价格买这支 试码1835 F1.8 这么一支APS-C的镜头 然后通过Metabone Speedbooster 转接到你的M43上面 你能产生更浅的景色 你能进到更多的光 同时呢 在焦段上面也是依然非常的实用 但我必须要说 在广角端 差的这5毫米呢 其实差别还是蛮大的 但是在这支镜头上面 你能得到几乎是一样的锐度的同时呢 你能把光圈开到F1.2 所以呢 那进光量能进得更多 同时呢 产生更浅的景深 更多的虚化 那价格来说 哪怕搭配最贵的Speedbooster 它依然比这支 在澳洲的话 依然比这支要差不多便宜了 七八百澳币的样子 不止 不止七八百澳币 可能是一千澳币这个样子 那取决于你在哪里 在中国可能这支镜头 跟这个组合呢 差起来没有那么大 但一定是松下来卡支镜头 价格会更贵一点 那如果你对价格更加敏感的话呢 我觉得更理性的选择是选择一些定焦的镜头 你可以看到 我手里拿的这个也依然是松下来卡 跟都一样 松下来卡意思就是松下 好不好 那50F1.4的这支松下来卡的镜头呢 装在这个G9上面 你显然看到它是更均衡的一个组合 更小巧 那它的价格 基本上只要四分之一五分之一 甚至更低的价格 那同时如果你要需要更多的焦段的话 你可以买一个12F1.4或者是17F1.4 就组成了跟这个一样的焦段 同时更小更轻更便宜 就是除非你一定要用到便焦的话 你才需要这个这个10到25这么一个焦段 但是你有话说回来 如果你真的需要便焦的话 你可以选择1835 这一支可以用在各种机身上 转接都能得到不错效果的 这么一支驶马的副厂镜头 所以这么一支超级贵的 这么一支M43的镜头 老实说在性价比方面 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很高的 除非你需要便焦 你需要大光圈 你需要自动对焦 你需要20的广角 就是你需要这所有的东西同时实现的话 那当然了 这支松下的来卡的10到25F1.7 是你最好的选择 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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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 这支松下来卡的10到25F1.7 这么一支超大光圈的标准便焦M43镜头 其实在设计上我觉得真是非常非常特殊 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是说最后的效果 就是你如果指望它有全画幅的2470F2.8 这样的效果呢 其实它是没有的 但它的售价呢 其实老实说 比绝大部分的全画幅2470F2.8更贵一点 那如果你要是追求一些性价比的话 显然使用这支试码转接SB booster 会是更有性价比的一件事情 它能做的事情 这边试码基本上都能做 我说基本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广角端 确实20毫米的广角端呢 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广角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需要 视频方面的一些自动追焦的话 它的表现要比转接以后的试码呢 表现要好不少 那这就今天视频内容了 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先关注小云的微博 Follow上Instagram 然后呢 关注我的微博 微博名字加星际顾俊 然后Follow Instagram 那我们下次下次再见了 拜拜 by bwd6 by bwd6 在我开始讲这一支10到25F1.7的这个性能怎么样之前呢 我觉得我有必要把它的性价比先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 那我知道很多人会好奇说 既然已经有了这么一支试码1835F1.8通过转接以后到M43上面 有没有必要说再买一支这个17 不对 10到25F1.7这么一支镜头了 太转了 小姐 对 猝